我们知道前不久 8月23号的晚上 俄罗斯瓦格纳顾问宾集团的领导人 普里各任的专机失事 那么第二天我就发了一条 瓦格纳高层团灭 意外还是人为 这么一条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位叫金沙的网友就说 对谁的威胁最大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就可能是谁干的 我觉得这个话应该说是个真理 是一条规律 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讲 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是一般来讲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事物的发生 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总是有规律的 那这位叫金沙的网友说的这句话 就是有道理的 就是一个规律 一般来讲对谁的威胁最大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对吧 那瓦格纳 顾用斌集团的首领 普里国任的专机事事 这件事 从总体上来看 从大的范围来看 那就是他不在了以后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确实可以往这个方面想 不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纷繁复杂的 既有普遍性的规律 也有不具有普遍性的个别现象 所以这都得考虑 普里国任飞机事事 从大面上来讲 如果是人为的话 那就得考虑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还要考虑 谁最有可能 最有办法 能把这件事变成现实 这也得考虑 我觉得 这网友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同时还要考虑到其他更复杂的情况 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一位网友说 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 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有真理性的 通常而言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 如果按照新闻报道的情况 瓦格纳的高层确实是集中在同一架专机上 那这就是一个绝对的第一级错误 我曾经保证了很多次的专机飞行 那这里面有一条规律就是 绝不能把高层集体做一架专机 甚至有些国家的足球队 这些重要的球队出去比赛 做航班的话 他都不会在一个航班上 或者说不在一架包机上面 为什么呀 就怕团命 就怕出意外 那在这个方面 曾经有个惨痛的教训 就是波兰的总统卡钦斯基 当年为了到俄罗斯参加 卡廷森林惨案的一个纪念仪式 波兰的总统总理加上政府的高层 就在一架托摇五四上 而这架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碰到恶劣的天气 飞机失事 所以波兰的政府那一次 基本上是高层团灭 那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说鸡蛋 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 这个网友说是非常对的 在我发的 在仁爱教中国真的需要对菲律宾摊牌吗 我们有一盘大棋要下 这期节目里面 有一位网民叫做转角 遇到刘姥姥的网友说 实当的出手很有必要 一味的忍让会让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试探 会让我们不得不出手的时候意外更多 湖北有一句俗话叫做 三句好话不抵一扁蛋 湖北是我的老家 这网友看到是我们的一个老乡 我们湖北确实这么一句老话 就是三句好话不抵一扁蛋 什么意思 你跟他说好话说半天 不许给他来一扁蛋管用 就这个意思 那这位网友说在仁爱教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一味的忍让 否则的话对手会肆无忌惮 会更加的不断的进行一些试探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出来这个话 也是非常有道理 事实求是讲的 现在我们在仁爱教这个地方 我们并不见得是处于守势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掌控了仁爱教的主动权 实际上在这期节目里面 我也做了一些解读 而仁爱教这个地方离我们的美济教并不远 我们很方便的潜出到仁爱教去执行封锁 执行封控的任务 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说对我们还是非常有利的 那对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 无论是它的综合国力还是它的军事力量 跟我们中方相比来说实际上差距太大了 我们有时候也很担心 如果对菲律宾这个行动太过激烈的话 会有碍观瞻 说太欺负人了 我们确实有这种心态 我们军队也好 我们的海警也好 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占绝对的优势了 那不像我们当年 我在2010年到南海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海警也好 还是我们的渔民也好 往仁爱教方向去的很少很少 有那个地方离菲律宾很近 而离我们很远 而我们自己的力量也照顾不到 但就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国家海警力量的发展 也是很多国家不可想象的 说句实在话 我们的海警力量 比东南亚国家的海军加起来都还要强大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 所以大骑士网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在仁爱教的问题上 我们根本不会吃亏的 还有一位叫千里鸿图的网友 他说了 目前这文土的做法 就是在仁爱教以及相关的岛礁 开展大规模的填海造岛的工作 在非被迫停工的中国基建力量 可以立即转场参加填海造岛工作 至于坐滩军舰 那就困在那里 也不用管他 看来很了解情况 这位叫千里鸿图的网友 知道菲律宾已经叫停了我们中方 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的填海项目 所以他才说要把中国的基建力量 转场到仁爱教去进行填海造岛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在仁爱教填海造岛 这个不太现实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填海造岛花费是很大的 没有相当的决心 做相当的投资是不太好填的 而且还要根据岛礁的实际情况才能填 而仁爱教是很长很大范围的一个教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来填 但不管怎么说要花钱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在离仁爱教不远的 也就是十四海里远的地方 叫美济教 而我们在美济教已经完成了填海造岛 已经修建了一个桃道 大概是三公里长左右的机场 仁爱教离我们的美济教相互这么近 我们在美济教那已经建立了几乎相当的基地了 驻扎的有很多的船舶 甚至是有飞机 所以这么近的地方很快很快 只要仁爱教一有动静 我们很快就能够从美济教调配力量 调整力量调动力量 潜出仁爱教来进行风控 所以说没有必要再在仁爱教了 花大的经费再来填海造岛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请各位网友供你参考 各位网友 我想以后我们会找更多的 掀起一些网友们在评论区 留下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定期的来跟大家做一些解答 做一些拖展式的沟通和交流 谢谢大家对报病书的支持 我们就在评论区里面 我们就在评论区里面 欢迎讨论区里面